如果高崇真的与鬼谷勾结 那他手上的三块琉璃甲 十有八九就在鬼谷之中 而我丢失的那一块 也应该是鬼谷趁乱盗走 这样一来 一旦我打消鬼谷 就真的可以报答王爷了 好 很好 琉璃甲深藏江湖中多年 还是江湖上的好汉之根之底 如此 段某便静候赵盟主的佳音了 定不让段大人失望 不过段大人 我还有一事相求 高崇刚愎自用 已经自取灭亡 但是能不能请王爷高抬贵手 不要因为他一人之过 而连累了我们整个五湖盟 这个自然 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 今后江湖中 需要赵盟主帮扶的地方 还很多 亦或者王爷赏识 今后你我同典为臣 亦未可知啊 岂敢岂敢哪 段大人 您是人中龙凤 前途不可限量 小的我就是一介曹盟 岂敢造次 晋王 此刻正是用人之急 若赵盟主 能证明自己的价值 莫说一个区区的武林盟主 便是猎土封侯 亦或国师之尊 亦实属可欺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